每次只要導演李安的電影一推出 都必定先起話題 相隔三年推出的新作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當然也不例外 这次李安挑战从没拍过的3D 千挑万选 找来新人苏瑞吉 担任男主角的重则大任 要从小说转换成精彩影像 在在都是挑战 我学习到第一个很多拍电影的事情 怎么拍 就是我有兴趣的事情 怎么样克服困难 还有就是说我自己有很多成长 因为过去我都是靠制片 这是我自己在制片 这里真的偷測了 真的太多了 好 今天要不要看 现在只能不能说 我可以看自己的 我让你俩 不是 那一个人 你 我 柳心 我 想像这样拍片 不过你通常做这种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就分神这样 所以不太敢尝试 现在我用3D的 所以我试了两 一场戏跟一个镜头这样 我觉得像那场飞鱼的戏 我用扁的镜头 它的视野比较宽 比较适合看那种 就是说大场面的戏 然后那个黑的部分 我可以把鱼放在外面 是在立体效果上就特别的好 你可以感觉它真的是在你前面 在镜头的外面 在萤幕的外面 所以我只能做了一个 比较大胆的尝试 我的眼睛满尖的 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 对 因为我看那个书的时候 那个书的 因为书是这个样子的 就很像那个镜头 我就想着啊 照那个书皮做一个镜头 我就把它讲 我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远仅19岁的苏瑞吉 第一次演电影就遇到大挑战 却在连导演的调教下 交出扣人新鲜的精彩演出 那是因为牙人的状态 我看他的家庭,他的家庭,他的家庭 那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們在五、六個月中的訓練 我沒有學習,所以我學習 學習習習習習,學習習習習習 學習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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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下雨,然後去下雨 因為它是很感動的 我也想想想自己的家庭 所以我只是想想自己的家庭 所以我只是想想自己的家庭 但是我們做得到的 那男主角畢竟是第一次演戲 那他在拍戲的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不適應的地方 導演怎麼樣去開導他 他還好耶 他只有一天遲到 然後我們開導他 他就哭了 他說對不起 不曉得啊 可能前一天沒有睡好啊 我們不曉得啊 私人的事情 他就知道了 謝謝 其實都還好啦 你說一個很資深的演員 也未必這麼可靠 那他很純真地來 然後每天就把他自己交到你手裡 天分又很高 其實跟他合作其實是很輕鬆愉快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很多種方式生長了 我終於有了一個想要做的事 之前我真的失去 我沒有知道什麼會發生 在台灣待了十個月蘇瑞吉不但中文很厲害 對台灣好吃好玩的也都如數家珍 我以為玩過的大泰晃 我去大泰晃 也很激烈的地方 餐廳是讓我們吃最美麗的餐廳 而且有太多餐廳 當你吃到餐廳的餐廳 你吃到太多餐廳 最後你會失敗 因為他... 但他有很好的... 我不知如何 但他有很好的餐廳 他有很好的餐廳 他有很好的餐廳 所以... 很好的餐廳 不過卻有一樣東西讓他緊急不明 你真的吃了肉魚嗎? 對 對 真的嗎? 好嗎? 有很好的餐廳 你試試一下 你做得到的 你凌困在你的頭 但... 只是... 對 你做得到的 對 我對 我認為 對 對 對 身體跟身體 這把 他們的 他們是真的 我的力氣 我會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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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ould always be together I couldn't let go They became like my family I just didn't want to be But I had to see them What more do you want?